怎样在危机中投资 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 我们应该怎么做 什么是科学的分散的投资组合 怎么样建立自己的投资组合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大家好 欢迎来到投资成长频道 拒绝做韭菜 我是何彬 现在我们处的环境是高度不确定性的 那么很多行业的处境都非常的艰难 经过疫情之后 经济的复苏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在资本市场上却异常的火热 无论是美股还是A股 大家看到景象是资本市场开始与实体经济脱钩 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已经快要创新高了 A股的沪深300指数今年也是涨幅巨大 现在的市场环境留给我们一大堆问题 到底该不该投资金融市场 到底该不该买股票 股票会再次大跌吗 到底后市应该怎么走 今天我们要聊一下 在不确定性中我们应该怎么操作 现在大家能看到不同专家的不同观点 观点跟观点之间有的时候还是相互矛盾的 有的观点表示在危机中需要贪婪 刚好在危机期间可以购买大量被严重打压的资产 这个时候买进资产等待经济恢复 资产价格一定会大幅走升 那么还有的会说 在疫情期间一定要购买那些质地好的蓝筹股 因为这种公司负债少 盈利能力强 而且经营效率高 还有一些观点认为 需要买进一些股息率高的股票 面对如此多的观点让人眼花缭乱 那么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在这里 如果你想让别人告诉你一只股票 买进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赚大钱 那么快请放弃这个错误的想法 这种想法一定会让你走上韭菜的不归路 我们今天主要想聊一下投资的策略问题 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有这么几个重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经过多长时间经济才可以完全恢复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 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解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论述 但是无论怎么样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问题 对我们来说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作为投资者 你打算投资多长时间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才能正确地建立自己的投资组合 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买进一只股票 然后再考虑股票涨了怎么办 股票跌了怎么办 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 根据我们投资时间的长短 建立一个合理的投资组合 在具体下决定投资之前 你还要问自己两个问题 A 你有没有负债 如果你银行贷款还要还 如果贷款的利率还很高 那么其实你不太适合投资资本市场 B 你的财务状况有没有安全边际 也就是如果发生什么意外 你个人有没有安全边际 你有没有资金解决这些意外 你剩余的资金 可不可以打造一个相对可靠的安全边际 那么如果没有 其实你也不适合投资 因为现在的市场是高度不确定性的 无论是美股还是A股 来自大洋彼岸的一则坏消息 很可能会影响中国的资本市场估值 当然对于美国也是一样 比如很实际的问题 美国和欧洲会不会迎来疫情的第二波 迎来第二波会不会再次造成金融市场的崩溃 印度和巴西的疫情会不会失控 失控之后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 又会有哪些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回答不了的 因此在投资之前 一定要确认你有没有安全边际 好了 我们紧接着会探讨投资组合的问题 在探讨投资组合之前 我们要确认你的投资时间的长短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投资期限可以分为短期中期以及长期 那么短期呢也就是一到三年 如果三年以后你需要用到这部分钱 比如说需要买房子 付学费买车等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应该选择一个十分保守的投资策略 投资产品应该选择一些 银行的大额存单 国债等一些固定收益类的资产 当然这些收益率确实看起来比较低 但是跟损失本金的风险相比 这算是非常可靠的投资策略 除了这些固定收益类的投资标的以外 还可以配置一些股票 那么这些股票最好是由稳定历史业绩 高分红的蓝筹股 这里要注意的是 成长股在这里是不适合你的 那么什么是成长股呢 就是那些成长迅速的公司 这些公司往往选择不分配股息 或者分配股息很少 而是把大部分的盈利都投入到未来的发展中 咱们在这里举个美股的例子 如果现在你想投入到苹果或者亚马逊的股票里 那么显然这是不明智的 因为这些公司已经按照各种估值指标来看 已经非常高了 风红几乎没有 所以一旦市场开始回调 这种类型的公司可能会最先受到影响 而且影响将是非常剧烈的 如果你的投资期限是三到十年 那么你属于中线投资者 在这里的操作策略当然会不一样 因为在十年的时间里 经济危机一定会过去 整体经济一定会进入另一个循环当中 又有新一轮的景气周期 因此如果你的投资期限 是从三年到十年这个范围 那么在你的投资组合当中 可以有50%到60%的股票资产 当然如果你可以承受更高风险的话 你的权益类资产也可以扩大到70% 剩下的一些资产 可以配置一些固定收益类的产品 国债等等 当然也可以配置一些贵金属 比如黄金 在你的60到70%的股票资产当中 可以分配各个类型的公司 比如成长型 稳定型 高峰红型等等 但是尽管 投资周期是三到十年 想在股票上盈利 依然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 需要花费时间 关注这家公司 当前的经营状况 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要知道现在经营前景好的公司 不一定在未来前景好 如果你没精力 没时间 没能力分析一家企业 研究一家企业 那么最好的投资策略 当然是购买指数基金ETF 以及行业基金等基金产品 现在的基金市场也是非常发达 几乎可以满足各个风险偏好的投资人 如果你的投资期限在十年以上 那么你就是长线投资者 对于这样的投资者 可供选择的标的会比较多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人 在投资组合当中 可以配置多达90%的股票资产 而且股票的选择也可以是多样性的 既可以是蓝筹股 也可以是小市值的股票 或者一些高新技术的科技公司 甚至还没有盈利的公司 如果前景诱人 市场空间大 想象力高 那么也都是可以配置的 但是在配置的时候 一定要遵循自己的能力圈 超出自己能力和风险 承受范围的 无论再吸引人 都是要避免的 但是无论如何 还要分散自己的投资组合 那比如建立一个 含有八只到十只股票的投资组合 每一只股票占比不要太大 当然如果你是个选股高手 可以完全抛弃这一做法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 什么是科学的 相对安全的分散的投资组合 根据传统的观点 认为有八个到十个股票 组成的投资组合 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安全分散的投资组合 并且每一只股票的占比 不超过整个资产的15% 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 不会因某一只股票的爆雷 给我们投资人带来巨大的伤害 紧接着我们要探讨一下 怎么开始投资 怎么开始投资 关键取决于 我们是哪种类型的投资人 如果你是一个完全的投资小白 那么其实在危机的时候 开始投资是很明智的 对于这部分朋友 可以试着学习 怎么做股票投资 我之前也强调过投资是需要大量练习的 投资是一门手艺 练的多了 经历的多了 一定比其他投资人有优势 但是我并不建议把大量的钱 投资在股票市场当中 我们知道现在市场是跟实体经济相脱钩的 那么会不会股票市场跟着实体经济一起下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因此对于投资小白来说 最重要的是获得经验 在刚开始投资的时候 就期望赚一大笔钱 也是不现实的 那么如果你已经有投资股票的经验 也有能力和精力关注你所购买的公司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是要重视市场风险 无论是投资单个股票 还是投资基金 还是ETF 比较稳妥的策略就是定投 比如每周购买多少 每个月购买多少 无论市场是上涨还是下跌 坚持定投 避免在一个时段投入过多的资金 一定要分散开来 这种方式看起来有些机械丝板 其实非常有效 这种方法在较大程度上 帮助我们克服贪婪与恐惧 这些人性中的弱点 当然一定是按照自己之前设计的投资计划 坚定贯彻实施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 永远不要满仓all in 除非你非常非常非常有把握 并且满仓还必须是短期的行为 如果你是一个在市场上 非常有经验的投资人 已经有一个比较科学的 充分分散的投资组合 那么你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 而是坚持贯彻你的投资策略 那么相信 现在你的投资组合一定是盈利的 并且正在享受投资组合 带给你的喜悦 如果你现在的投资组合里 只有一只两只或者三只股票 那么无论你现在赚钱与否 你面对的风险都是非常高的 建议还是科学设计自己的投资组合 让投资组合足够的分散 当然还是那样 如果你是个选股高手 对自己的选股能力十分有把握 十分有信心 那么重仓一两只股票也是可以的 那么相应的 你也要承担投资组合带来的风险 最后想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 那就是 你的投资组合怎么样 有几只股票构成 效果如何 有的人认为 八到十只股票太多了 关注不过来 那么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你认为应该建立一种 怎么样的投资组合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让我们共同进步 拒绝做韭菜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不想错过我这个老韭菜干货的朋友们 请订阅转发分享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